应该是非常精彩好看 现在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观赏这场比赛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第一盘第一局 刘川蓝色球衣的队位 我们看到温度已经是有15度的温差 现在27度 两位选手在前面两轮的比赛 都是直落二击败对手 里面都被一开始的手感 才是17种子 他曾经世界最高的排名是世界第四 这四个一发都进 第二发球一样 好球 好快的闪圣派的一个进攻 今天他的 小薇 他今天真的好鸡 今天的手感之好 今天不但有速度有力量 刚才也一个非常细腻的 一个手感的处理 完全隐蔽 而且这个球的落点 放得非常完美 他几乎每一个球的落点 都在边边角角 看起来都像要出界 可是都是落在界内或者边线上 哇 这球看得到追不到 破发点 好球 双方是两局 都面临对方破发的威胁 主要是夜间的赛事 再加上其实晚间 已经比较没有风势了 双方在这两局分别都 现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球评 徐晃荣先生来加入我们的观战 哇 看他这个智子比赛 连续两场的夜间赛程 好球 好球 左地 就表示他体能跟灵活度不是那么好 他的身高算是蛮高的一位女子选手 不过他的移位跟灵活性 也是相当好的 好球 好球 现在就面临了破发点 就过人 当然只要愿意勤练 当然他的体能状态 当然群体的小心就会受到干扰 好球 好球 第二个双路 Ivalovic来挑战 不过 这球 有可能是出界 对 所以 看运气了 看运气 因为不用白不用 要不然第一盘就结束了 但这球那是压线 哇 挑战成功 所以 哇 Stosa刚才已经是走回到他的休息座位了 结果又再回来 因为这一分必须要重打 不过现在还是盘末点 Ivalovic再挑战 这个球好像又是很接近 对 好像 好像献神在跟他过不去 好事多磨 你看又是好球 又不是好球 所以 这不免让人怀疑 对 这个献神是爱国裁判 在澳洲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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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绝对不是故意的 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现象 因为 所以这一球很有趣 两次的误 好球 逮中 他很开心 你看 三次都有穿越的机会 最后Stosa在一个最好打的球 偏偏就打在Ivalovic的手上 所以相当可惜 你看这个球 硬是 从手上给溜走 哇 他好开心喔 你看 他刚刚这个球是有点带切的 是他生涯的第12座冠军 坎健斯 差不多一支球拍呢 要在20分钟之内把它穿完 对 这的确是相当惊人 那 其实职业级的世界级选手 每天都要穿前线 现在 这个球 看看 有点点 争议 对 他以为现成有喊 结果是没有喊 是好球 所以说他来挑战 很接近线边喔 这个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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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也在看台上看到Ivalovic的新教练 Kontic 去 看他的脚赢了 哇 哇 掉得太开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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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被他产生正拍 可以冲 16强 哇 结果一 他胜利了 第三个 他最爱竞争 哇 好球 他先在那边 哇 他不需要面临对方的盘末点了 八球 哇 终于 一个one to punch 他在第七个盘后面 精彩而且戏剧的 女单的对决 刚刚在第一盘 打了一个多小时 你在第二盘一开始 他刚刚又是一个 主动的回发球得分 是绝对很旺盛 不过在稳定性方面 是稍微有待加强 两个人的从小感情其实很好 也一起打过霍普曼杯 好球 包括刚才雨婷的时间 最后输给同一个人 罗马尼亚的西蒙尼哈莱 四十比十五 四十比十五 漂亮的一个 三千 基本上的效率就好 但是失误也可能稍微多一些 好球 不见着是一个很难的方式 因为球弹跳起来 在那么短的时间要做判断 其实是很有难度的 稍微有闪失 两年多来 哇 这个球又抢到了 你看 终于把握住了 很主动的操作 跟着以前好运的感觉走 这表现 因为他是主导的 也就是说 攻 都是他先攻 如果攻不进就输 攻得进就可能赢 好球喔 四零八好选拳 好 漂亮的一个外交 再切得滑球 重心 缠锁 哥哥哥 这两个致意 来放一篷 不辞 masters 應該這個前面應該是還ok的 這就是我們剛剛踢到的 關鍵 哇 非常漂亮 已經浪費了四個盤墨了 好球 直接得分 6比4 這場比賽打了三盤 這場比賽也是兩位選手 今年所遇到第一場三盤的大戰 那一分就是重打 好球 這個球是太早太早了 根本直到半路 連續的雙手反拍的 在那一年呢 在溫布頓 以第一種子的身分 第二輪呢就慘遭淘汰出去 輸給了鄭傑 對他來講是一個蠻大的打擊 然後過後呢他陷入好幾年的增長 然後過後呢他陷入好幾年的增長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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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第五季的S 你看他今天在一發得分率高達85% 他一發得分率非常高 有85% 大抗 你看又是一個一 ヽ ノ 小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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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球就得相当值得 哇 好球 给你破坏 哇 好球 今天的回敬一个 因为在第一排的时候 Stosa有一个球是这样 结果他回进了一个 后场的高调的制胜球 对 同样这个球 Ivanovic也是旧的漂亮 那刚刚眼看Stosa的来球 已经不好应付 不过还好这个调高球 打得恰到好处 哇 完全抓准了 对方上网的一个timing 完美的一个 双手反派的后场的上选 这球正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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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他就干脆换一把 哇 这个关键时刻又是一个 第一次一晚 对 哇 重复路线的正拍的进攻 在 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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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哎呀 这球跑到后 看到机会 好球 哈哈哈哈 哇 这个可以发球 直接啊 带的 能不能繼續他的主攻優勢 哇 在第一個賽末點上面 Ana Ivalovic就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她終結了 今年的地主女子單打的希望 她以三盤後來居上 擊敗了Semenza Stosa 這也是很難得的生涯 六度地在硬地球場上面對決 Semenza Stosa的第二場勝利 連續三年都打進到了